那想不到了 看来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有纠纷的时候找律师 但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吧 我有一位朋友 有一次坐小公共汽车的时候 跟司机发生纠纷 被打伤了 那次呢 他想索赔 但是呢 又怕耗费精力耽误时间 如果不去吧 又觉得厌不下这种气 这个单位同时提醒他 应该去找律师啊 找到律师以后呢 既不会影响你的时间 又可以挽回经济上和精神上的一些损失 实际上不应该仅仅有纠纷的时候才找律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也应该请律师 因为律师的工作范围呢 不仅仅局限于打官司 说到我们律师的工作呀 实际上我们不是局限于一个打官司 在我们的工作中啊 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呢是诉讼 一类是非诉讼 那么这个诉讼呢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这种打官司 这个可以说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啊 可以说是如果是十个手指头上啊 那么诉讼只占我们这么一小块 大部分还是 我们大部分还是一些非诉讼的业务啊 这是我们的业务范围 现在你们的接受这个工作当中 你觉得是找你们诉讼的范围多呢 还是非诉讼的这个范围多一些 现在在人们对律师认识还有误区的这个情况下 当然是诉讼的范围是大块业务啊 因为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好像有了事情了才找律师啊 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有的是被诉到法院了 有的是准备到法院去起诉 这个时候呢都去慌慌忙忙去找律师了啊 那么律师呢现在大量的工作 也在应付着各种各样的诉讼业务啊 但是我们感觉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公民 法律是提高了啊 对律师的看法呢也有新的认识 或者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观念的改变 我想呢律师呢最好是应该前期介入 也就是我们形象的说法呢 不应该作为是一种消防队 还是应该是一种那个预防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年以来呢 我们国家律师的主要工作 还是事后就活 但是最近呢我们发现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开始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请律师了 比如说 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呢 拍婚纱照啊留下了很幸福的时刻 真是挺好的 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 在婚前出了拍婚纱照呢 还得去找律师 找律师做什么呢 那就是做婚前约定 如今在上海许多情侣呢 已把签约婚前约定 作为他们婚礼进行取的前奏了 婚前约定呢 大多是针对婚前财产约定 在婚前把各自的财产 白底黑字明明白白写在纸上 律师呢在其中起的作用是 协助起草约定 使其更合理更严谨 婚后一旦有纠纷 这个财产约定呢 就可作为出示给法院的 有效证据 婚前约定呢算是新生事物 所以目前我们还无法了解到 它到底能给当事人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但是下面这个例子呢 却可以充分说明 事前请律师的优势 王医生 我们听说您在和别人 签订合同的时候 好像也吃过一些苦头 是怎么回事 去年我们跟外商订了一个合同 内容不大太严谨 结果让人钻了空子 我们去年一次就损失了27万 现在签订合同通过律师 给我们整个重新修改 这样就严谨了 就没有漏洞 看起来还是订合同必须得要请教律师 以上的例子呢 都是一事一役 也就是说就某一件事情去找律师 不过最近呢 在一些大城市陆续出现了家庭律师 这些家庭律师呢 与家庭签订了长期合同 为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 那么家庭律师在家庭中 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点多作用 这是最主要的 能够是一个智者 在这个家庭当中 无论他经济行为 还是他的人生行为 他都能够呢 就是对这个家庭都能有所帮助 比如说现在发生一些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借款 这样的一个纠纷 那么事实呢 就是开始呢 就是说肯定是哥们一起 不错 关系不错 那么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钱借给他 两万也好 三万也好 那么借完以后呢 到期了没有还 没有还怎么办呢 你就说我要去告你 那么你告你本身要有依据 那么这个依据什么呢 就是那张借据 你要是有一个家庭律师 介入或者简单的 跟你说上那么一档句 你可能就会很规范 自己的行为 把自己的行为呢 就是按照这个 我们就是属于 就是属于法律 所要求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这个书面的 或者是说其他的一种形式 那么能把它就是具体化 所以呢 律师的作用呢 可能就会让你在你做事的时候呢 你能科学地留下一些痕迹 留下一些证据 说到写借条啊 有人就会这样问了 平时呢 朋友之间借钱呢 也写借条 那么律师在其中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里啊 我们假设写了一张借条 是这样写的 经借到某某 一万五千元证 然后写那借钱人的名字和时间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问题 实际上也不懂 那那李律师 你帮我看一下 这借条有什么不严谨的地方 好 可以 那个我要问一下 这个借的是美金 还是人民币 当然是人民币了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上面 即使是人民币 那个也应该这个明确币种 写上人民币 是吧 再一个呢 还可以在这个 著名大写 这样我认为呢 更有好处 另外呢 我认为还应该 这个约定借款的期限 再一点呢 我认为还应该 这个补充进去呢 应该将这个 约定的利息 当时的那个口头约定的 是20% 口头约定的这个利息呢 应该写到合同里面去 作为一个合同的 应该是明确约定 但是呢 不应该超过 当时国家规定的 银行利率的四倍 这是有限制的 那先看来 我们这个借条的漏洞呢 一个就是应该写上这个币种 这样是缓缓日期 还有一个利息的量 是吧 但如果这一点都聚了的话 那这个借条 是不是算是比较严谨的借条 可以是 可以这么说 看来找律师的最大好处啊 就是可以使我们在 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呢 更加严谨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怎么样才能找到律师呢 目前咱们律师啊 每年这个律师协会呢 都在律师报上呢 公布一次律师所的地点 电话和每个所的律师的名字 人数 您要是请律师呢 注意报纸 您可以选择哪一个所 到他所里呢 这个还可以呢 选定 你指定哪个律师 还有一个逐境呢 那么 您可以给律协 或者区 或者市的司法局 打个电话 请他们介绍你 找哪个律师所 或者找哪个律师 您呢 可以找他 我们很想知道 一旦找到律师以后 怎么样在短时间内 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 能够确认这位律师的资格呢 您可以 请他出示 他的律师职业 算是有律师职业执照的 那么呢 这都是合法的 职业律师 但是呢 您在这种情况下呢 请您注意 他的执照后边的注册年限 每年注册一次 如果说 他 他 七年没注册 他九六年注册了 那么 比如说 已经是到九七年的 六月 六月份以后了 那么呢 你就应该 考虑一下 这个律师 这个 他的资格 问题 我国律师呢 有十万多人 律师事务所 有八千多家 这当中啊 难免就有当事人和律师合作不愉快的地方 那么一旦当事人对律师的工作不满意 或者说 律师工作又不称职的时候 当事人有什么办法呢 当事人 对律师工作不满意 那么 他要向律师协会进行投诉 那么首先呢 要到律师协会专门的机构去 那么一呢 要向律师协会出示 他这个 就是 聘请律师的这个手续 另外呢 要向律师协会提供 相应的出面的材料 那么在律师协会 就是接受他的投诉以后呢 那么 律师协会进行查处 在找律师的时候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价格问题 在1990年呢 司法部曾经颁布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标准 后来律师制度改革 实行自负盈亏以后呢 这种社会标准也是不适应了 但是新的社会标准呢 还没有公布 所以目前大家采用的都是一种 协商社会的办法 根据律师的知名度 办事能力 案子的大小 轻重缓系等等 综合因素呢 来考虑收费的价格 就说家庭律师吧 一家律师事务所 为了让家庭律师 更快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呢 就推出了律师卡 每年需要交付的年费是 3000元 主要负责一些 法律方面知识的咨询 那么如果当时 与其他人发生纠纷 需要打官司的话 争议的标的额 不超过10万元的呢 就不需要另外收费了 如果超过了10万元呢 就需要在优惠的条件下 再进行收费 即使是这样 最终推出的律师卡呢 也没能获得成功 因为很多人认为 如果在一年之内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话 那么3000元 不就白白地扔掉了吗 但是在青岛呢 我们了解到 有一些家庭 已经与律师签订了 家庭律师的协议书 在青岛 家庭律师收取的费用相当低 每月呢 只需交付10元到30元即可 所以一个小小的律师事务所 就以54个家庭 签订了家庭律师协议书 律师在这些家庭中 起的作用呢 是进行简单的法律咨询 简单的法律文书的代写 虽然在有些家庭中 律师还没起到真正的作用 但由于价格合理 这些家庭人与律师 签订了长期合同 虽然青岛这家律师事务所的 收费比较低 但是呢也有弊端 因为如果一旦当事人 和其他人发生纠纷 需要打官司的话呢 还得另外收费 所以实际上呢 只起到了家庭法律顾问的作用 我们想啊 如果把青岛这家律师事务所 和北京那家律师事务所的 做法结合起来 把当时人的收费状况呢 作为收费价格参照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的话 也许不久的将来 家庭律师就能很快地 普及开来 观众朋友 在刚才的片子当中呢 我们给您介绍了 该怎样请律师 但是呢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 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 给您继续做介绍 今天的半边天节目呢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